謝謝 好 那個政委您好 您好 那很高興今天可以利用社創這個很珍貴的平台 來去跟您還有跟我們團隊分享 我們待會想要帶來的主題 主要是在新一代的電動馬達的創新 那我先介紹一下我們團隊成員 對 主要是我們易凱國際的創辦人跟CEO蔡全國 那我是本身負責商務解決方案跟業務開發副總 主要是JAMS 吳正 那待會如果您對於分享的過程有任何問題的話 就隨時打動我們 好 這個簡報是公開的嗎 可以公開的 那我們就會跟著這個一起公開 OK 好 那我想我們想要介紹的這個新一代的科技跟產品 其實大家生活中必須有學合手能想 其實就是馬達 那當然這幾年因為電動車一些新興能源科技的這個慢慢的 就是吸引大家的注意力 所以這方面的產業就變成是過去的西洋產業變成現在是新興產業 那包含帶動國內很多相關的產業鏈的發展 對 所以今天主要是分對相關的這個市場概況 以及現在世界上命令什麼樣的問題 尤其我們的科技跟解決方案可以帶有什麼樣的價值 那當然更重要的是我們希望能夠去跟台灣的很強大的這個產業鏈 尤其在科技眼能夠做一個連結 然後把這個根慢慢的能夠 就像破下一個種子 能夠在台灣開始發揚 我希望我們已經去後面前然後已經接了這兩個是最重要的 沒錯 那所以我剛走進門口這個Building的門口 事實上今天有個keyboard是一致的 我們都希望能夠利用innovation 對 來去 對這個環境 造成一定造成問題 是的 OK 好 那首先我先介紹一下Genesis跟易凱 Genesis是一個美國公司 那基本上它現在有四個research lab在美國 那headquarter是在LOA 那易凱是Genesis在世界上的戰略合作夥伴 那主要的研發是Genesis團隊來去進行負責 那相關的研發測試跟在地化以及全球的商務推廣 是由易凱團隊以台灣作為基地 所謂全球就是不限於壓在去 是的 是的 那當然以現階段產品開發跟業務開發的現況 我們的focus是在台灣跟亞洲市場 是的 好 那第四頁下一個 我想先跟各位分享一些數字 至少這是我在參與後 我比較覺得surprise 第一個就是全球的電 有將近53% 是被電動馬達給消耗掉 那其中因為馬達有各式各樣的原理跟不同應用的狀態 所以其中最普遍使用 尤其是在工業界、商業界 是感應馬達 那感應馬達因為有它自己的優勢 比如說它成本低廉 然後它的結構很堅固 以及它容易安裝操作 簡單講不會壞 是的 沒有錯 所以它普遍應用在於 不管是小型的機具 或是重工具或是大型運輸宅具 對 那其中所有的全世界電動馬達裡面 改應馬達又佔了10% 是 而這10%的量 它又消耗了 將近58%的電能 是的 也就是說光改應馬達 這樣的一個品項 其實就是消耗了全世界 將近30%的電力 是 那根據聯合國環保署所做的一個調查分析 就是 假如 不管用什麼方式 能夠將我們電能的消耗 能夠降低10%的話 那這個部分能夠帶來的經濟效益 是大概有3500億美金的產業的投入 以及可以節省這個電力的這個費用 要將近5000億美金 那更重要的是 減能減碳 一年的話 它可以節省12.5噸 一噸 的碳能開放 所以從這些數字可以很清楚的 很直觀的表現說 減能減碳這個已經 離我來講 不算遙遠的一個議題 是 非常重要的議題 是的 OK 那下一個是說明 就是說各國現在為了應應 比如說京都協議或巴黎協議 也是在減能減碳的這個政策上面 做了很多應對的措施 包含台灣也是 所以這個表很清楚 就是 在各國啊 已經因應這樣一個政策 包含從2025到2040年時間 它設定不同的Milestone 來去 做很多應應的策略 其中一項很重要的就是 跟我們生活 習習相關就是在於 內燃機載具 的製造跟銷售上面 是被禁止的 或至少現有 對 是的 當然很多國家只是列為政策 還沒有真的明定禁止 但是這可以看出這樣一個趨勢 所以台灣的話是在2040年 已經正式的公告 那近期內 比如說北歐 2025年的話 挪威是第一個 禁止銷售 是的 是的 奈吉主要的城市 比如說法國 雖然是2040年 但是巴黎的話 是在2025年 是的 所以這個表可以很清楚看出說 就是每五個 五年做一個區段的話 已經有將近20個國家 跟20個城市 開始去禁止內燃機的這個銷售 確實 OK 那基於這樣一個現況的分享 其實回歸到一開始跟曾文林提的 我們怎麼樣把世界的現況 面臨的挑戰 可能的機會 以及我們的創新的優勢 跟強大的台灣的產業 能夠聚落 能夠連累在一起 所以這張圖是跟 政府還有跟團隊說明就是 其實在於這方面創新 各個產業 包含電動車 其實都是相關的應用之一 那很大的其中一步誘因就是 第一個就是法規的限制 因為這方面是越來越嚴格 在世界各國都是 那第二個就是對於製造廠商來講 其實也被要求說 要用更簡單環保的方式 來去生產製造它的產品 以及現場碳排放壓碳主機 那接下來就是 其實在能源的消耗 只要能夠有效率 提升它的能好 事實上能夠達到的 經濟上或是效率上的節省 我想是非常明確的 那以及 比如說 易電動馬達做例子 跟其他的 傳統式內安機相比 他其實相關的 維修保障費用 成本相對是更低廉的 是以及 當然 明確的 電費 只會越來越高 這個趨勢 我想是非常明顯的 對 那剛剛更重要就是說 對環境帶來的效益 以及 普遍民眾對於環保綠能的意識的提升 我想這個也是藉由普通的宣傳的廣告 大家已經越來越有這樣的一個概念了 不過以前大家也以為 有這樣越來越高 不過這一陣子還蠻低的 對對對 對對 這幾個月還蠻低的 知道什麼時候這個新的什麼融合能 就會 研發出來 是 那至少短期啦 短期這些有優勢的 當然 是 那在於優勢上 尤其是台灣的優勢 我想這邊簡單列出幾個 也許大家都非常清楚 第一個 我們是有非常完整 而且高度整合的產業鏈 以台灣為基礎 當然 那第二個就是我們在於高科技的產業巨肉 當然是又有領先的優勢 那以及相較於 比如說我們的 也是合作夥伴 也是現在對著中國大陸來講 我們有 更讓人信任的IP 這種名業秘密法 的保護機制 是的 那當然我們的 不管是經濟 地理或是各個部分 都有很重要的戰略地位 來去進行這種全球化的這個 產業的活動 然後以及在於產業本身 我想台灣人啊 的這個堅韌性 是非常足夠的 所以對於一項新科技或新事業的推廣 我想在台灣或台灣團隊 能夠有更大的這個應變能力 以及彈性 是的 那當然一個很重要的是 在這相關牽涉到所有高科技研發團隊的 組件訓練 以及相關的這個製造 人才的培訓 我想在台灣尤其是可以 比一般的 就是這樣 nombre CP值這兩個是最庇房的 沒有錯沒有錯 所以對於很多國際企業 尤其美國企業 他們這些考量 會覺得說台灣是一個最適合 這個作為這個商務推廣的一個 開始點 來這邊也不會生意 沒有錯沒有錯 是的是的 那相對的啦 當然台灣也有台灣現在的現況 是有待去觀察跟解套的 比如說第一個在產業上面 我們很怕落入就是 變成說代工思維 變成說沒有辦法提升它的附加價值 這時候 導入一個新基礎新產業的話 這往往就變成 也許一開始大家 叫好又叫做 但是最後又變成西洋產業 我想這個是我們會去 最近幾年有好很多 所以有些台灣的品牌在世界上面開始被看到 是沒有錯 那當然第二個就是我們跟 就兩岸之間的關係 我想它是永遠是一個 變數一個不穩定 太平洋涼 一個不確定因素 我覺得還蠻穩定的 是是 有你的這個保證 你就放心了 太平洋涼啊 我沒有知道別的人 那當然就是所有中大投資的過程 其實很多的投資環境 或是尤其是政策 上面的這個自由度也好 彈性也好 其實 對 一個法規的存在 是好也是不好啦 沒錯 是是是 所以這方面我想 實際上會看產業的需求 這個就是一方面我們有沙漢 像這個現在 自駕車已經在新鑽用道上 當然是 對那這就表示說至少在特定的時間 特定的地點 比較低的risk 底下 大家先去看這個新科技 東西長什麼樣 然後慢慢再擴增 對所以台灣這邊的特性其實是說 你很難一下子就指定一個特區 然後裡面所有的人都來用這個新的方式 是用比較不穩定的方式 對是用比較穩定的方式 可是如果你真的說服整個社會的話 那其實整個社會就是嘗試新的東西 也是非常快樂 是是是 其實台灣也是因為它被信賴 所以說在台灣實驗成功的東西 對 也會容易被世界所接受 因為這環境不會有造假 或太多的 對而且就是說其實感覺上是零和的東西 對 好像說物貝爾跟計程車 對 那這樣我們這邊會變成 就是通號嘛 就變融合 從零和到融合 就是物貝爾就開了一架Q計程車行 對 那現在你們是叫物貝爾還是有 如果這個夏大宇還是要付多一點錢 那在教導車 對 那它那個Q車行 就是跟其他車行一樣共融 對 那這是一個融合的概念 對 是 所以這也是我想也是那個 Generative Services 會選在台灣當部辦的主辦 是 對 所以這部分跟政策 以及相關政府這個資源 都有一個新產業 對 能夠在台灣落地深圳 我想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因素 那當然最後一個就是 就是回到這個電動馬達 或是這個新能源科技的這個 解決方案的部分 從市場的角度 很多民眾或者是廠商 其實對這方面的接受是需要時間的 因為這對外講出的經驗 而且成本 成本考量 可是根本不是一次性的 成本需要時間 OK了解 需要時間藉由科技 比如說我們講電池 電池的技術 就像手機一開始 拿那個黑金剛 那是非常昂貴的 那隨著時間的話 我想科技能夠解決 達分的問題 對 所以簡單來講說 他如果想要當作 早期投入的人 等下方未來的人 吸收到一部分的那個 研發的那個 會不還的費用 那在台灣願意這樣子做的 可能就稍微少一點 但是應該也不是沒有 是 不過回到這個也是 Genesis 待會要介紹我們解決方案的優勢 就是我們並不是只存在實驗室或學術理論的這個階段 因為我們是可以具體 具體邏輯 對對對 沒有錯 OK 好接下來我利用比較短的時間 跟各位介紹 而且包含正文 介紹一下 Genesis 新一代的這個Henomata 的這個技術還有一些特點 我們的Power module 整個的集成的solution 包含幾個components 幾個parts 包含第一個是我們的 四伏用詞 四伏馬達 第二個是我們的大腦 就是它的電子控制系統 那以及相關的 有我們的 The Building Sensor 的Monitoring System 一個監控系統 以及這個 我們的 冷卻系統 然後還有搭配 它的這個 動力來源 它的電池模組 是 那首先我先介紹一下 我們的 泳池四伏馬達 基本上 我們有一些 特殊的材料跟特殊的設計 所以 讓我們 在使用這個馬達 為什麼就是泳池 因為我們的馬達跟 這個市場上最接近這個規格 相比我們的退止率 可以低到 大概低於 0.05% 所以它幾乎是 有的退止 也就是它可以維持它的運作效能 是 那第二個就是回到 四伏馬達的 它的特點跟優勢就是 它是一個封閉性的控制 所以它可以很精準的去 比如說從這個運轉停止 或是定位它的角度 這部分是四伏馬達的優勢 那在這種情況下 當然它可以提高它的 這個能耗的使用 以及相對的優勢就是 降低它能源的耗損 是 那在這樣一個設計下面呢 我們也可以跟 類似規格的這個馬達 不管是 尤其是以改馬達為主 我們大概可以減少 將近30-50%的 這個體積跟 重量 那我想重量本身 對於燈高來講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就算是一個電動公測 它只要少一點點重量 它就可以多造成一點點 沒有錯 那因為這個 全部都是in-house 自主研發設計測試 所以 針對商務應用來講 因為我們會面臨到不同 載具 或是不同應用場域的需求 所以這方面 我們的客製化能力 是非常高的 因為也許這台公車 跟那台巴士 它需要的馬達的 規格是不一樣的 那這方面 我們有高度的 客製化能力 在這個解決方案上面 是 那控制器的話 就是主要剛剛有介紹的 我們 有Building IoT的Sensor 來去很real time的監控 整個系統運作運氣 馬達內部 不管它的震動也好 它的聲音也好 還是它的溫度 來去提早做一個預警的動作 就是為什麼剛剛可以宣稱說 我們的馬達 在正常運作下面 可以有非常低的退職率 以及非常高的使用壽命 是 這是在控制器的部分 那我們基本上是用高度集合的方式 所以它是利用一個小的控制盒 就可以達到這樣一個功能 那也可以跟本來車載系統去做一個很好的 那它跟電池壽命有關聯嗎 你是指控制盒嗎 對 就是說你剛剛講這個feedback的這個系統 因為 就是當你在使用電池的時候 好比像說 它不能在擠力電量 好比像說它要在一定的溫度裡面 等等的這些狀態 那這個東西是你們自己會 提醒你們所在的那個container 就是上面外面很大的東西 還是說你們自己內部有什麼 其實它跟那個 它跟電池的壽命是分開 因為電池規電池 然後系統規系統 那當然我們會有保護電池的機制 因為其實我們主推的系統 不是純電動車 因為其實我們知道 那個整個車廂發展 它是屬於電動車 你說要 九舉台灣的威力 你要立即馬上要變全電動車 所以其實你是用油去保護電池 對 的這種配面 對 基本上我如果電池降到30%之後 我就轉油電 然後變成同軸的充電 給電池 對嘛 所以電池就可以 它有比較長的壽命 但是就是你剛剛講的這一套 其實它主要是油電互相沒有 off 而不是說你用剛剛講這套系統 來保護純電 並不是這樣的技術 但是因為我們這套系統 因為它可以作為油電的載體 然後它也可以轉成純電 對 它其實只要保護我們把電池變多 它就變成純電 理解 理解 不過現在油真的有點太便宜 所以好 沒有用信息去 那因為我們的解決方案 比較適合在中大型的應用產業跟載具 那也就是說相對都是比較 那個艱困比較嚴峻的作業環境 也就是說我們目前所搭配的 電池的解決方案是 鈦酸力的電池 那它的特性就是 它是非常穩定 而且非常durable 那以及它是可以快充快放 那有非常長的生命中期 明顯 當然它不是完美的 比如說它的這個能量密度 就跟常見的比如說鋰電池相比 它會比較低一些 就是它比較大 是是是 所以這方面我們跟電池解決方案的配合 所以我目前是跟中有的女人研究所 來去測試它們的解決方案 嗯 那下一張是更detailed的 Motor Breakdown 就是這個圖 對 那其實剛剛有把這個相關的特性 已經有簡單提過 再說幾個重點就可以了 就是整個的 為什麼我們可以去主張宣稱 而且有信心的 去跟全世界人讓是說 我們這是新一代的科技 新一代的電池碼 不是單一個因素 它基本上能夠達到這樣的一個效能 以及達到剛剛所分享的這樣的一個優勢 事實上是從各個方面的 不管從材料上 這個製造的工序上面 或是一些新科技的利用 所累積加種 造成這樣的一個成果的 那這個前言後後 待會會會有一個公司 就是產品開發一個Milestone 這樣一個研究案的話 前言後後 大概花了7年的時間 才終於突破一些技術上的瓶頸 然後跟美國的NASA 做出第一個Prototype OK 所以它並不是一觸可擊的 是 所以你完全防塵 而且防禦 它是IP67等級 是 沒有錯 因為當初在 設計這個解決方案的規格 就是定的非常高規 它主要正對太空以及軍事用力 是 那現在我們的角色就是 除了持續推廣這專案之外 就是要把它落地 而且做商業化 好 那這是幾個比較清楚量化的數據 就是說 跟類似規格的產品 以及在類似的 這個操作或測試環境下面 我們所呈現的效能 比如說 我們退遲率是非常低的 那以及我們能量密度 會比這個 同樣規格產品會高大概30到50% 所以相對它的效率就是 我們的能耗 我們能源效率的使用 可以提升大概30到40% 那我想這個對於使用者 最實際的感受就是 省錢 是 那以及我們整個 因為包含有冷卻系統 有這個IoT的監控設備 所以我們在於內部外部的溫度 都會跟同級的這個產品相比 我們會低了8到10%左右 那溫度是一個很關鍵影響馬達的使用的效能跟壽命 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所以我們在這方面有很多新創的設計師 可以很有效的去控制溫度 其實這些數據主要講的就是 他其實講的不是一顆馬達 他其實講的是所有產業 因為現在所有產業 我們剛提過的都是使用了感應馬達為主 那感應馬達能耗就是這麼高 那師傅馬達有平均 因為師傅馬達沒辦法做到大型的 所以說這是為什麼所有大機具 都被吸氣門子這些大型的馬達為主 來做 對 但是因為技術沒辦法突破 那這是美國 他做了這個馬達 他技術突破了就是大顆的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可以就進入就是大馬力的部分 所以只要把我們把這些東西換掉的情況下 那基本上所有的舊產業就馬力積升 所以大家過去現在在做的方向 因為大家都覺得馬達不能變 所以大家搞系統 我們大概覺得設計怎麼樣做模式 可是現在我們最基本上是 我們只要把馬達換掉 對 那根本上整個接能就會整個降下去了 所以這是這些跟其他比較主要的概念 對 那下一個是 除了我們 我們自己有跟在台灣 有跟公約合作 就是 馬達 我們 那是 謝謝 這個結果 嗯 當然就因為你說 新年的過程 但是目前的話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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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公開 這一段也不要 我們 OK 好 這一段可以 對對對 這一段請馬剪掉 Jance沒講過 對對對 好 所以 我今天講這一頁 其實我們做實質 在台灣做一些商用化的 這樣子的一個測試 跟組裝 對不對 那我們成功把馬達 直接置物在一台 17吋的卡車上面 那我們 看動力的結果來說 它整個動力是加的 加上去 所以我在油電混合的 這樣的系統裡面 我油電 它可以展現出來的動力 是原本 是直接加上去的 嗯 的部分 所以我的動能是加倍 但我燃油是消耗是一樣的 那這也是為什麼 我們油電可以更接能 原理 你剛剛講說 對 下一頁 所以 我們在談的部分 就是說 因為其實在 這未來 10到20年內 其實 這個馬達的Solution 它其實是一個 整個從過渡期到成熟期的 TotalSolution 因為我可以先從 油轉 油電 再轉存電 然後我可以搭配不同的能量系統 像氫能 像氫電子 像不同的電子 來供應它 因為你們是一個 就是一般通用性的轉換的一個邏輯 對對對 沒有錯 所以 大概是 這個 它的應用包括說 不只在 車輛 車載 像主要包括在 軌道車輛 的自換 在船的自換 因為在輪船自換的情況下 因為我們在台灣 造船能力很強 時間排名第六名 所以 在造船的 更改情況 它可以兼了 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五十的燃油率 這其實是很可怕的數字 對 然後 在這些重機距的提升也是 然後在軌道車輛也是這樣子 對 下一頁 所以 這是 James 這一頁 所以 回過頭來 解釋一下我們 台灣現在的產業現況 這個在去年 尤其是因為有 運動車的 這個 題材 的移住 所以去年 在電動馬達產業裡面 台灣的產值 以電動馬達領域裡面 大概是四百億 台幣 是嗎 那當然全世界 全世界在電動馬達的產值裡面 是將近一千一百億美金 所以台灣大概佔了百分之一點多 對 因為我想說這個數字並沒有非常非常大 是 表示說還有很多市場的空間 沒有錯 不過我們市場速度也是比人家快的 是的 尤其是電動車的這個 這個需求 已經開完之後 那當然它帶動的相關的產業 包含像我們交通載具 運輸產業以及這個公寓產業 大概影響光載台灣的產值 大概至少是五千億 對啊 所以重點是它周邊 是的 是的 沒有錯 其實我們提的是一個 就是 我們認為 這個品項 在台灣 它會幫整個產業做升級 是 因為它不是只是一個產品 因為 包括像我們 以在美國通路這邊 來看這些事情的情況下 就是 它 很多東西提升之後 反而 是我們通路要的事情 所以像美國這些通路伴 我們的 投資人的部門 他們的通路 就好比說 你運用這個時候 簡易能達到一個程度 你可以打擊你本來的 你剛才可以更好去買 是 所以這件事情 導入台灣產業結合的情況下 去面對全世界 在我們看來 是非常有激烈的 嗯 是 那其中就是 因為日本電產 也是一個專門做 這個動力機械 的 世界傳商 那它的社長 創辦人 擁守從信 也曾經說過就是 在50年前 這個推動 這個工業商業發展的動能 是鋼鐵業 那25年前是 半導體業 那 最近這幾年開始的話 新型產業就是 電動馬達的產業 將是未來 推動新一波動能 的一個產業 那當然它主要的應用 除了我們熟知的電動車之外 以及剛剛 這個Levin所提到的 我們過度做的 滾動系統 以及這個 其他的商業應用 都是適合應用我們的解決方案 理解 是 意思是說 就是它未來應用的場景 可以跟半導體現在應用的場景 一樣多 是 它就是 它就是路上行走的CPU 是理解 那台灣其實說 在這一塊是不陌生的 因為它影響到的 剛剛有稍微提到就是 它可能甚至跟 譬如說智慧程式 嗯 然後一起跟這個 無人駕駛 其實都是相關聯的 等於就是說 可以有一種新種的應用 會出現 是 所以我們現在可能還想不到 是 而且它跟產業結合 會讓我們過去 因為成本的因素 落後 世界其他國家 但我們會用效能 跟我們的成效 跟彩貼值互相結合 一個彎道橋車 對對對 沒錯 是 對 那最後是一個 Summer Highlights 就是我們所做的評估 一個 合理 樂觀的這個機會 對 所以就是 我們先回到這個世界上 比如說從 2019到2026 整個對於馬達 電動馬達產業 的這個 產值的預估 在群球來講 它是會從 2019年 1100億美金 在2026 7年後 增加到 1700億美金 那這個負荷增加率 大概是6.4 左右 那在台灣來講 剛剛有分享過 就是目前 去年台灣的產值 是400億台幣 但是我們 副作成長 還是要懂一點 是 那回到 Genesis 就是使用這個 Genesis 形成一個新的產業聚落 這個方案 我們預估是 因為目前在做一些打底的基礎工作 那我們預估是 2022年 我們預估的這個 營業額大概是 300億台幣 那2026年 同樣一個基準的話 大概可以成長到 1600億台幣 那這個負荷成長率 是每年40% 當然因為 這是一個新科技的應用 所以才會有 這樣的一個 就是支票了很多 就跟企業市場的結合 是了 沒有錯 而且可以創造出 更大的應用 我們理解 是是是 那它相關的 可以帶來的 比如說這個 產業鏈的相關的 投資金額 我們預估大概是 500億台幣 那以及我們會期許 正會 在台灣看是不是有機會 就形成下一個新的造型產業 就是在面板 半導體 然後包含之前的 風電之外 下一個造型產業 看是不是可以有 電動馬達 就是一個團隊 不是我們而已 是大家一起 來去 達成這樣的一個目標 那相對的 能夠帶來的 相關產業的工作機會 也會大概 是至少10萬左右 是 其實美國 我做的最後 補充 就是美國選擇台灣 來包含這個產業 我們不只賣 一顆馬達 我們希望是把台灣產業 一併帶出 帶出 跟世界的連結 因為現在台灣其實 因為在一些政治上面 跟美國也比較 合得來 就是太平洋兩岸 對 兩岸非常的友好 的情況下 那包括說把台灣產業 都帶到世界去 那其實這也是 美國這邊很樂意見到的 絕對是這樣 而且等於戰略上面 就是如果是美國的軍方 或者是太空中心 都已經覺得很不錯的技術的話 其實他們本來就有一種 類似軍事更年間的科技 雙用科技 即轉的這樣的一種 而且我們也很接 對 就像是我們跟 這些窩馬克的高層 然後去有一些跨跨 像 台灣的 台灣的這些產業的 partner 然後引擎去服務 這些大企業 那我覺得這是 這個計畫主要 所以大家都得起個一大早吃去 對 真的不容易 是是是 大概這是 大概是我們的一個 project summary 大概的概念 好 因為我們說這個 運用到另外一個project的時間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 剛好30分鐘了 沒關係 他們可以再用9月 真的嗎 因為我們的案子沒有那麼長 你們的案子沒有那麼長 對 你看我只有包包15頁而已 這樣包15頁而已 等會還要讓委員吃我們家的蛋糕跟起司 是純素的 基本這樣子嗎 對 我沒有帶 希望 你沒有帶來 蛋糕跟起司 對 加起來應該沒有到3000塊吧 絕對沒有 如果有我要報證工作 了解 還可以再有10分鐘 不要緊 OK 好 其實你們的簡報做得非常好 就是我想 他解決什麼問題 包括環境 全球的這個問題 以及最後到這個就是兩岸 兩岸戰略的這個狀況 我想講的都非常清楚 那我覺得聽起來 就是最大的一個障礙 就是大家對這個核心的東西 他到底心理上面就是接受度如何 那以及就是當然我們現在可以看到說 各地都開始推這個 油煉混合分 甚至全電動公車也開始有了 自駕車也開始有了 等等 所以我想你們的場域是不缺乏的 你們幾乎 剛剛講的每一個就是重點場域 台灣自己本身都有 那但是問題只是說 現在這些場域本身 都有自己的產業領域 那他們早就已經結合得相當好 所以你現在要告訴他說 你在最底層這邊要做一個抽換 那等於你一向子 然後面對的利害關係就很多 因為法事 就不是說 就是你跟一個人說好 他就幫你全部抽換 這樣子 因為本來他就是一些 就是中小企業甚至 是形成一個產業網絡 所以你們要先說服這個產業網絡的人 說採用這個技術對大家都有好處 至少都沒壞處 其實我覺得我們會跳過這個問題 也是在於說 因為如果我們是帶著訂單進來 對 如果我們去結合 我們要從下面打上去 大家會有這個問題 對啊你要抽換一個風機的 對 但是如果我這個Solution 是我們是通路這邊指定的Solution 那我是帶了訂單進來 結合大家產業跟我一起走出去 那當然是另外一個 所以簡單來講 你剛剛提了一些在地的案例 它只是啟發性的 並不是你們真的要去改它 你們是帶新的產業 其實我們 其實我們完全的業務 都是在台灣為主 那以台灣 我們整個台灣的那個所有的能量 然後去面對全世界 但是其實這是我們 這個機會在台灣主要的原因 那台灣的場域其實是非常好 就像我們剛剛提到說 跟重力軍燈所這邊 有一些配合跟合作 那在這些年度 遇到年底也會有一些成果 去發展發推出來 那這也是我們 可能可以帶著台灣的這些國家隊 然後一起去面對世界的一個 所以你們一開始就是國際了 其實並沒有所謂的就是 解決落地等等 剛剛講的這些是 告訴我們說 台灣關注這個題目 那並不是說 你們就要開始抽換台灣 不是 把台灣帶上去的這個做法 理解 而且我們是以合作代替競爭 是是是 有感覺到 對 那這樣子的話 我想問另外一個 就是說 因為你們在第六頁這邊 因為這樣子聽起來 什麼代工思維什麼 其實都不是大問題 不是 你帶著單進來代工思維 怎麼會是問題 那說不定還是好處吧 對 那也是改變產業的結構 對啊 但是你第四點這樣我就比較聽不懂 你第四點是說 這個 投資法規相關的自由度 這個可不可以再多講一點 就是你們有 有一個 這是一個一般性的觀察 還是 這個真的跟你們有關聯 比較正對台灣的部分 對 比如說 在我們做重量投資資金的 對 投資總會也會要看一下 對對對 比如說 對 因為有些優勢牽涉到 但我們提供產業服務 尤其是服務 國外的國家 包含資金的流動 它的審核 以及我們公司的設立 然後包含這個 加工製造 這方面其實 有些 很多東西就是 跟法規是信息相關的 理解 理解 其實主要的 其實這些主要是在於說 因為其實 我們 因為畢竟我們是美國製造的錢 對啊 那其實我們 資金的部分 的部分 其實是怎麼把台灣資金 跟國際 多學一學 因為其實我們知道 台灣的金融法規 其實跟國際不太一樣 對 那所以其實在這個 兩個接軌的情況下 會有這個 的存在 那當然細節 因為會擺CASE來做 理解 你們是叫精密實驗 有限公司 還是叫國際有限公司 有兩個 你們叫國際 藝台 國際有限公司 但是有另外一個 完全提名的 叫精密實驗 那是我們 完全沒有關係 不是我們 雖然通來怎麼自 很奧妙 OK 對 因為反而 他做的是 機械精密儀器等等等等 你們做的反而 就是還包含 濃縮水產品 化學原料 茶葉 等等等等 這些題目 其實主要是 這間公司 是做這個項目 在台灣代理 因為主要還是以美國這邊 當然 OK 因為畢竟台灣 因為益凱是一個 商社的角度 他只會在協助 美國這邊 理解 所以其實你 你並不需要 就是管這個投証會嗎 因為大部分都是在外面 但是因為 畢竟還是有一些 還是一些project 因為像我們 我們有一些 racing的房 那到底這些房 適合放在台灣還是 那這部分 或是大家怎麼交叉 我也聽懂 我也聽懂 當然台灣現在其實已經 跟美國學了很多公司 發 包含這個特別股 像最近那個 就是國發基金用到 一個出神入化的程度 就是說 我要就是 幫他們紓困 像我們有個多福接送 那紓困的時候 一般都是 如果不是補助 那就要閃爛很久 那就是投資 投資等於 他變成國營事業 如果我變成 投資 對那他就透過這個 Nomboating stock 就說我投資 然後說你如果有賺錢 那我算多少% 輸回 你要沒賺錢 那就算了 這樣子的方法 然後因為他零投票權 所以他也不會變成 國營事業 所以這就是 細谷其實很常用 像這個什麼Node comvertible bond 什麼的這些東西 對那在 這個以前在台灣 根本是非法的 對那但是在2016 17 我們公司法修法之後 就變成文法 對那所以現在這種 就是完全是 細谷或以前 開門巡島 才能夠用的這種 投資結構 現在在台灣 變成以前還要 必鎖型公司 才能這樣玩 那現在只要非公法就可以了 對那所以 所以現在這個 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是 就特別股的部分 所以如果對這個有興趣 當然你們已經有 你們自己的法律團隊了 對那我們這邊有個新創基地 也可以做這個法律的資訊 可以有些您的分享 對因為我想我們 我們在 因為我們是跟各個產業 各個公司去做結合 是 那為了那怎麼去面對世界 然後怎麼去連結 那未來這一塊的資源 我們也會跟社長能 特別要溝通一下 好啊 大概這樣子 好你要讓十分鐘 已經過了八分鐘了 天天主著 謝謝時間 我們換一下位置 謝謝 謝謝